你好, 政治揭露, 喂, 大家好 這段片播出是1月22日, 喂, 大家好 這次我都想跟大家繼續講講垃圾徵費的問題 因為其實很多網友都私底下打電話來 或者我跟江志瑜打電話來 又或者有些網友去PM我都在罵 但什麼都好, 我們先入正題議 請大家訂閱何志安有售必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或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片出 我買了一份大公報 然後我讀他的內容的時候 他就提到其實減少廢物干擾計劃 最早是在1998年的時候政府提出 即是說97年之前 英國佬就不管了, 都走了 董建華時代紅心勃勃就說 喂, 那你香港這麼多垃圾 那些堆田區就會爆的嘛 是吧 看到的趨勢不行了 從1998年, 董建華已經叫要搞的了 是吧 接著你見到那個寫法就是 之後這樣 就停了大約7年時間 可能環保處做些研究等等 即是98年開始研究了 現在去到2024 當中裡面 有整26年前開始想減少垃圾 接著2005年政府發表 這個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就是2005年已經想著搞這個 這個 垃圾經費等等 在研究啊, 討論啊, 什麼什麼什麼 是2005年開始說 那就是說呢, 政府應該是 心思熟慮的了 如果你說, 2005年開始出聲說收費嘛 是不是啊 現在去到2024 裡面都已經是近20年了 OK, 我不計算2024了 2024過了兩三個星期 那你起碼都18年多了 是不是啊 你這樣說了18年 但是當中的裡面呢 即是有人PM我了 就說, 喂 我現在要為到去買一個新的垃圾袋啊 我舊的垃圾袋全部不要啊 我舊的垃圾袋 全部當垃圾啊 跟著要特意買你的新的垃圾袋啊 那我怎樣減少垃圾先 但是如果要減少垃圾 就是改變我生活先 如果要改變我生活的 勞動力怎麼算呢 現在經濟這麼差 你要我 給老闆逼我加班的時候 你現在突然說 給我多些東西嗎 那我搞錯啊 那我搞錯啊 即是說 以前 可能發砸爛你的嘛 又可以省膽 扔下垃圾桶 理你還什麼保啊 是不是啊 跟著玻璃瓶樓下沒有recycle 理你死吧 跟著那棟大廈是舊樓了 沒有幾樣東西給你分類了 什麼都沒有了 那就全部當垃圾了 是不是啊 現在 你說垃圾要收費啊 那怎樣啊 那 那 我是住舊樓的 又沒有垃圾分類 跟著叫我走 沒有雷工那麼遠去recycle 走到去公園 分了三類 金屬 紙張 跟著塑膠 就只有三樣東西了 還要我走去公園 走條紀街啊 你這個肺呢 省膽就沒有了 那怎樣啊 那就是你麻煩到我了 那就是呢 其實你聞到一股味呢 是有少少像03年 03年呢 如果香港的人很窮 你和你走廿三條的時候呢 香港人覺得 哎 我們 經濟這麼差 你還要鑑死走這一樣東西 想逼死我們 那些人就 借勢對經濟不開心的東西 發誓下去 反廿三條 其實呢 那些人都不知道廿三條說什麼 那現在呢 經濟差 你鑑死走二十三條呢 未必會引爆問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19年黑暴太恐怖了 那些暴徒到處打人的 如果你有二十三條呢 保證以後沒有暴徒 那些人呢 可以接受經濟差可以走二十三條 但是現在呢 這樣的經濟狀況來講呢 你要改變別人的生活啊 跟著你要別人麻煩啊 跟著呢 那些人問了 喂 我亂丟垃圾 那是不是 我住不知N那麼多層樓啦 是不是啊 那你 你是不是會一層樓在 那個 電梯大堂那條走廊裡 下營 先 你不下營的 我就你 你叫你咯 那些舊的垃圾袋還在那裡 就趙裝 裝完丟下去咯 我看看你清不清 咦 政府沒有人執法啊 那我索性就不買咯 不買你那些新的垃圾袋咯 那現在政府說 即將要繼續開始 賣那些新的垃圾袋 那喂 大哥 很明顯猜你八月一號 你根本就執行不到 因為呢 其實現在你們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想一下一些問題而已 發覺你根本沒有可能 第一 如果一棟大廈要一層樓裝營 是否要經過業主立案法團先 業主立案法團說 喂 撐你的肺 我要花錢裝營 啊 跟著去監視我有沒有手法去幫你扔垃圾啊 那我第一件事 我就是業主立案法團 我就不批 不准你加營 你加我營的話 你是不是在影響我的生活質素 我不想手法啊 我反對加我營 我反對你 你一日政府給錢加營 你要監察我執法 那你自己裝營 為什麼要在我棟大廈裝營啊 這個是 這件事你根本實際運作不到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都想著 喂 你會塵樓加營 別人的業主立案法團不肯 那你怎麼辦呢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看了一份報紙說 喂 你政府原來想了幾十年 啊 如果你說九八年計起 就是二十幾年啊 是不是啊 零五年計起都十八年啊 喂 我們住大廈的嘛 七百多萬人 個個都 你怎樣真正逼到我們 去這麼乖仔 去用你的垃圾袋啊 大哥 接著 現在是這樣計的 扔垃圾要計錢 那會不會打擊經濟呢 有些網友問 那會不會打擊經濟呢 怎樣會打擊經濟呢 以前呢 他可能呢 錢多身痕就會換傢俬的 現在說 原來每件傢俬都計錢啊 那會不會打擊經濟呢 就是我去扔的時候 那怎麼辦啊 就是我扔了那件傢俬 要計錢的話 我就不買了 是不是 就是我去到那個傢俬 去到爛無可爛 我才會扔 如果不是 我扔了那件傢俬 你 要計算回它的大小容量 又或者我扔了傢俬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出勞力 硬要拼碎它呢 如果我整個櫃啊 原裝的整個 扔下去下面 那去計算面積很大啊 那我是不是要收很貴的錢呢 那我現在就想了 喂 你政府有沒有告訴我 以後我扔傢俬的時候 下面的垃圾佬肯不肯收呢 因為現在 如果他 如果現在是 一件大的傢俬 可能是要罰很多錢 接著要管理處去處理 那現在就說 喂 我住那個屋苑 以後就不收你的垃圾傢俬了 那是不是變了 以後扔傢俬 好像變了 處理 建築廢料那樣去處理呢 那如果是要處理的時候 喂 那我那個櫃我就真的不可以直接等了 我要撥爛他了 喂 你政府可不可以解清楚呢 喂 你想了你二十幾三十年的了 這件事 有些網友問 喂 你現在 我真的做了那幾次的節目去說 你又不夠廚餘機 你錄在什麼什麼 那些比較詳細的 的 回收 垃圾 的 地點 又不夠 只有四十幾個而已 全香港七百幾萬人 只有四十幾個 我們以前沒有習慣 沒有東西殺到來 那現在說 喂 現在原來說 不只三樣分類 可以分細緻很多 譬如說 小型家具 四電一路 都可以扔去那裡扔 這樣 喂 那你只有四十幾個點 我肯去特別去 就是四電 就是可能 有些電視機壞了 燒了 用了十幾年燒了 打算拿去扔吧 這樣 那你錄在什麼什麼 又這麼遠 是不是 全香港只有四十幾個 我這麼巧我住得遠 是不是 那我不是要 要叫一個GoGoWang 接著呢 給他一百幾十塊 他 他載我過去那裡 其實這些全部是成本 你開的點這麼少 那現在說 喂 那些大型家具 我小的東西 我可以很野蠻 是不是 就是我用舊的垃圾膠袋 大的 那我 我的屋院以後 就不肯收我這些大型電器 大加巨 那我怎麼扔呢 你扔了 想了二十幾三十年 你竟然 全部沒有教清楚 連陸在什麼 你都沒有教清楚 我們香港人在哪裡 是不是 是不是 有些人問 謝展環 會不會是間諜 這傢伙 他又不是 就知道呢 2021年 就是說 上屆立法會 已經踢走了泛民 立法會 那時候只有七十人 就踢走了 二十幾三十個 自己走 剩下四十幾人 那這四十幾人呢 不知道是不是思慮不周 還是什麼 他們就見了 立法會要快速通過的時候 臨議會收皮的時候 就通過了 這個垃圾收費 的個案 那時候還沒有謝展環 做這個 的局長 但是說你前任也好 前任就是說 你食環署就劉里群做秘書長 那時候食環署就跟了 衛生福利 衛生食衛局 就是陳肇始下面 那麽呢 就 執垃圾那個 和環保那個 是拆開了的 那時候 但是現在你說了 2022年的時候 將環保 做環保那個 和做 執垃圾那個 合在一起了 叫做 環境生態局了 那謝展環呢 才真真正正呢 將兩個不同政策的 兩個部門啊 掃垃圾的食環署 和環保呢 under一個局長去管理 那就是說呢 謝展環究竟 有沒有想清楚的呢 那就是你 上任年紀 別人上可手所謂 想得很清楚 會不會上可手就是 因為要做 立法徵費啊 可能經過環保署 又經過這個 這個食環署 兩邊在那裡鬥嚇 這樣就不成事了 所以就玩了 現在你說 哎 2022年了 7月1號了 哎呀 結構重組 真真正正 兩塊東西 一起去處理 垃圾經費的時候 現在 先真真正正正 兩個這麼重要的部門 環保署和這個 食環署 合同一個政策局呢 只有一年 一年半的時間 變成了 會不會那些處理 仍然是很那西 我想到這麼多這些問題 現在怎麼處理你們都沒有說得清楚的 我建議你 喂 你叫這些區議員做回收點 等你陸在什麼什麼 多了88個回收點 因為有88個議員辦事處 是吧 我想到的事情 為什麼你謝紫雲也想不到呢 還是有很多事情 哎呀 那裡又刮 去了這個 政策啊 這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你搞到那邊 大家各自為政的嘛 那是 區議會呢 就不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是民政局的 文清局 喂 其實政府呢 你現在呢 你這個立法徵費 肯定是沒有準備好 我說了另一個重要問題 我上次 我已經說 喂 你那些 廚餘的問題 喂 如果我那堆垃圾 為什麼會整座三大呢 可能有一堆是廚餘來的嘛 喂 你香港 那些食肆 都沒有辦法 將那些要扔的廚餘垃圾 是扔了廚餘機去做recycle 那現在你這麼急 搞立法徵費的時候 就是說 有很多垃圾 因為呢 沒有辦法recycle的 那你用廚餘機又不夠 是吧 你陸在什麼什麼的點又不多 那些市民就很多垃圾啦 跟著你說要罰他們錢的 那我就理你都傻了 跟著原來個個都不理你的 那大家不理你了 那就是發不自眾 如果你實踐不了的 你不如就再拖遲 但是謝展環說 8月1號一定實施到的 如果實施到的法例形同虛設 你謝展環會不會辭職先 現在我真的開聲問你了 如果8月1號實施的時候 半年內大家都不理你不肯買垃圾袋 跟著就 那個垃圾膠袋呢 就沒有人問津 如同虛設 那怎麼辦呢 你會不會辭職呢 這些是很serious的事情來的 好 那先說到這麼多 不要那麼長氣